你可以回家以後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工作裡面有需要讓人家填資料的 應該一定有啦 隨便找一個 反正多多練習表 但做熟了這個其實就會變得越來越簡單了 那第一個我們做完之後 第二個我們來思考 點它兩下 程式就寫在這個Sub裡面 那這個Sub一樣是一個Sub開頭 一個EndSub結束 那這個是針對那個什麼呢 Command Button1 實際上因為我沒有改名稱 所以它的預算名稱是Command 8等1 當它被點兩下 應該是點一下Click的時候 那會去執行這個程式 執行什麼程式呢 我們希望 把什麼呢 把資料呢 剛剛什麼資料 就是這個裡面的資料 幫我填到哪裡呢 分別填入到這個我的什麼 我的這幾個欄位 它包含就是把這四個東西 有點像轉移到這邊 然後呢 自動產生這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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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四個是填過去的 有三個是自動產生的 然後有 但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這個的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所以我們可以從Range A2 向下追蹤 追蹤到這個7 你要記得夾1 因為我剛剛忘了夾1 它怎麼樣呢 把最後一個 列 給蓋掉了 那就錯了 所以特別去 那乘下該如何撰寫 點兩下 從這邊寫 第一個 我要追蹤 追蹤的話 R 假設我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從A2向下追蹤 所以我可以怎麼Range A2 向下追蹤的話 點End 追蹤到最下面一列 前過Range A2向下 剛剛同學有說追蹤向右也可以 就是to run 有沒有 最右邊 不過它反環會是數字哦 不是 像我們這邊向右 假設向右追蹤到H 它回來不會是H 它回來會是6 7 8 它回來會是8 OK 它回來是一個數字就得了 那你可能自己還會轉換一下 點什麼呢 點Roll 就是追蹤到的那個 向下追蹤到的那個列 把它加1 那為什麼加1 因為我要在下一頁嘛 做什麼事呢 就是幫我把資料做搬移 資料怎麼做搬移 特別是後面的資料搬到前面 所以前面是哪裡呢 前面是Sales 挖斧 哪一列呢 第R列 哪一欄呢 第A欄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A 等於什麼呢 特別是要等於 這個東西 它叫做Tex Box 1 裡面的資料就點Tex 點Tex就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是 裡面就是Tex Box 1 你點一下有沒有 它會出現屬性 你來個Tex 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搬到A欄 那所以呢 底下一樣嘛 B欄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改成B 這邊改成2嘛 那一種類推 就是這邊的話就是 乾脆這兩行覆制 這邊改成C 改成D 然後改成3 改成4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嘛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第一階段了 那你可以測試一下 如果你那個順序沒錯的話 理論上它都會丟進來 再來的話呢 幫我產生呢 這個 一欄的資料 所以一欄裡面的資料等於什麼呢 等於 就是 BCD相加 所以把那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這個 2 3 4 這三個 幫我加起來 加 這邊是3 然後再把它加 這邊是4 那相加之後的話 刮起來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3 但是我要取到小數點的 第一位的話 我們前面再包一個Round Round 前刮壺 然後把這邊 夠點 第一位好了 抓到第一位 否則的話可能除了會有小數點一堆啦 我們不要那麼多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平均就做完了 再來的話呢 綜合 平定的話 那我前面有寫了一個模組 我們看一下 模組我記得有什麼 成績函數有沒有 看一下 在這裡 成績函數 成績多種函數 那實際上 表單也可以呼叫 那什麼呼叫呢 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 把這個 這邊是 這邊應該改成1 1來的平均 所以這邊應該改1 這邊改1 這邊改負對不對 等於什麼呢 成績函數前刮壺 它會跟你一樣什麼 平均成績 平均成績哪裡呢 平均成績就是1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把1欄 把1欄的資料怎麼樣 放到這邊 這邊改1 它就會怎麼樣 把結果返還到前面了 成績函數可以在這邊用喔 OK這個用法 可能要稍微 稍微 稍微記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快結束了 就是這個 那個 居欄 居欄的話 就是 只要改什麼 把這邊改成 居 租出什麼呢 成績多重 所以我一個多重函數 然後給什麼 一樣給那個 就是平均成績 好 這樣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ABCD 這個是 我們怎麼樣 丟過去 EFG是什麼 算出來的 那再來的話 其實如果你沒有把握 寫出來沒有人有把握 其實即便 不會按照步驟 SOP 那如果你擔心有錯的話 我習慣在這邊設有中段 中段點的時候 程式先停在這裡 我圖行看看 因為如果錯的話 我也可以好修正 然後試一下給各位看 執行 然後 假設我輸入一個 AAA Enter 有了 56分 85分 96分 Enter 然後再新增 那因為我有設個中段點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停在這裡 有沒有 它不會啪一下 如果你沒設個中段點 它會全部執行 但是如果有錯 你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所以這個中段點的用途 就是關鍵的地方 因為你寫完程式 沒有人說你一次就可以寫完 就完全正確 連我都沒有把握 所以我的習慣怎麼樣 沒關係先寫 寫完之後再來改 不然的話你會很緊張 反正你很輕鬆寫 寫錯沒關係 中段再來改就好了 OK 那我們來看喔 F8 中段點請你配合F8 這個應該稍微記一下 這個是一個寫作的一個技巧 這個也是書本裡面沒辦法告訴你的知識 因為這些都是經驗 OK 我盡量告訴各位的測試 我自己寫作 避免錯誤的方法 這個都是實務經驗 因為書裡面沒辦法跟你講這麼多 這麼多也沒辦法去述的清楚 好 你優標可以放在上面 它會告訴你8 所以你可以主行看一下 它為什麼8 因為它追蹤到是7 那它把它加1之後 丟回來 它不就8了嗎 7加1 8 OK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丟到這裡 按一個8 有沒有 AAA過來了 再來呢 把56分丟過來 再丟那個底下的成績 丟都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有沒有這些成績 再來就是 幫我算完的結果 平均 取到小炫第二位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奇怪 為什麼變成什麼 189532 1895 哇這個數字有點太奇怪了 主要原因是什麼 特別重要 這個 也是常犯錯誤 它會把這個當文字 然後串接 五六 八五 九六 它就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就變成 五 五六 八九 八五九六 所以這個地方需要做一個 轉型之後再加 那怎麼轉型 一般我們會先把這裡面的資料 它是文字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 加一個轉型的話是C C是什麼呢 Change的 應該是轉Type 轉INT CINT意思是說 轉換成INT的形態 然後再來做計算 所以記得喔 這個可能要多加一個 把文字 轉成INT 之後再來做後續 那如果說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能就是 轉C Double DBL 好像是DBL DBL是Double 是有小數點的話 如果沒有小數點 就是INT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CINT 潛瓜 也就是把進來的文字 先轉成整數 之後呢 再做後續的計算 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不會錯了 好 那現在 剛剛不是錯 我多加轉型 因為就要轉型 把這裡面的資料轉型之後 那 可是問題喔 目前的程式已經跑過它了 那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程式回頭 繼續跑一次 特別希望VPA這個地方非常厲害 其他的程式沒有辦法這樣子 它可以怎麼樣呢 按住這個鍵頭 有沒有 往上拉 放開 它就可以怎麼樣 讓它來執行一次喔 這個功能喔 非常好用 這個其實其他程式沒有這個功能 其他程式喔 跑過就錯 錯就錯 你再跑一次吧 那VPA 居然還可以讓程式 可以回頭 所以它可以回頭 有善度還蠻高的 它允許人家可以回頭 OK 好 可以至於承受可以回頭 中斷的模式才可以喔 如果你跑完它沒有那個啊 你一定要是VPA的情況下 那我們再按VPA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79就出來了 好OK 它就會 才會計算證據 那可以知道這裡為什麼吧 自竄竄竄竄完之後 那結果就不是我們要 一定是先轉乘數值再相加 相加完再除以3 OK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取得那個什麼呢 這個 就是 把那個成績函數的結果 合格不合格輸出 然後它就會合格不合格 合格 然後把它怎麼樣 反環之後 丟給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它是把反環的結果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以前我們在用的時候 是因為 羅標已經點到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它會把儲存格的資料 就直接把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格 其實這邊道理是蠻像的啦 只是說 可能你要用那個 這種寫法 可能還要習慣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 ABCD那個部分 把它結果 一樣 它會調到哪裡呢 成績函數多重 然後幫你判斷一下 哪個部分 把你要的結果反環回來 這個時候B 好那就可以把它 全部再搞完了 那 當然你下一次 如果不希望它中斷的話 不過還有一個 最好把這些都刪掉 然後儲標再提到 第一個來 那程式就是 再增加幾行就可以了 就是 全部跑完之後 然後你就把什麼 A把它清空 A怎麼清空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等於空置算就可以了 然後呢 以下的話呢 也一樣就是 再來就是 把第1 2 3 4 有沒有10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2 然後 3 4 把這邊改一下 2 3 4 然後呢 上面最好再加一個註解 那最後呢 油標放哪裡呢 油標放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把第一個 它有個方法 叫點什麼 點SET SET FOCUS SET FOCUS 意思就是 幫我把油標放上去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結果 那盡量 你最後呢 可以在這上面加個註解 第一個 我們第一步就是 就是 抓到油標的位置 然後分別去 輸出那些資料 第二的話呢 就清除 那個 我們表單裡面的那些文字方塊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再把油標放在 第一個文字方塊上面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每一個 其實不用刻意去背它 就用理解的方法 做完之後的話 這中段點 把它留下 然後再來就是 BBB Enter 它的成績 隨便輸入幾個 新增 一樣 停在那個 中段的地方 這個都可以啦 所以 前面我們先 直接帶過 然後 都有出來了 然後也出來 小數點到第一位 然後合格不合格 也把它return合格 跟那個 多重 然後再清除裡面的東西 清除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是 把那個表單 表單在哪 表單在這裡 第一個清除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 Focus在上面 OK 它理論上 應該就是 我現在是中段模式 所以它會放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 我們全部跑完之後 就會一個cycle 那你再來就是 再出下一筆 新增 感覺好像還蠻流暢的 一個系統 就是這樣可以做出來 那請各位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程式 大概就是 這些吧 是 有限度 有限度 那是 有限度 他們要保留 過 那是 有限度 自己的 有限度 有限度 的 來 有限度 那是 是 那是 我們 有限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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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